他的双腿就像装了铁块一般 框框框接连击腿下去 老外大腿就被踢拳再也走不了路 他的拳里如千军 一拳下去对手就被打断八根肋骨 痛苦的蹲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 他就是中国名将闪电甜心 曾获得湖北省散打锦标赛冠军 全国男子散打比赛冠军 K1中日对抗赛冠军 K1中美对抗赛冠军 2016昆仑学70公斤级 世界冠军赛诸神之战世界八强 就让我们查按点赞三秒 一起来看看甜心的精彩表现吧 甜心对阵塔吉克斯坦沙赫 沙赫身高177公分 职业战绩34战23胜11负 实力不俗 老将甜心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压轴战了 对 甜心也是啊 就是在职业伯军类台上算是 把气完成了越打越成熟 是的是一名老将了 比赛铃声敲响 甜心沉着冷静稳扎稳打 不断压缩沙赫的活动空间 随即一个漂亮的双飞踢打出 引起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声 我怎么感觉蓝方选手这个技术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散打技术啊 是的 他一直在在找距离 对 前腿的小低边开路 你要用这个战术打甜心呢 可能就算错了 因为甜心是散打出身啊 刚刚好特 最擅长就是那种 对 蓝方现在是前手放得太低了 甜心也是一直在找这个进攻的距离感啊 对 现在边腿都是假动作虚晃的一个进攻 甜心不断寻找战机 牢牢把控着两人间的距离 随着两人不断交手 甜心也终于摸清了对手的底细 他开始加强自己的进攻节奏 此时的杀后被打得有些难以调价 小距离打中机 对 蓝方先生老想做转身的动作 甜心真是想做一个地面动作 在我们老式三打 就是三打以前啊 有很多其实前辈 也用过这种 转身的这种算是剪刀脚 类似这样的动作 是的 非常的漂亮 对 漂亮 前接左腿的高扫 就在比赛还有近一分钟结束时 甜心终于抓住对方的防守漏洞 一记是大力成的中段扫踢 直接将沙鹤击倒5秒 实在是太霸气了 4 踢插气了 但是一个很重的一个中扫踢 7 7 8 OK 3 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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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着插气看看能不能 现在应该还好 恢复在这比较快 蓝方现手现在动作也打不出来 侧踹 甜心可以多是一些上下组合的变现啊 对 然后再去找 找中 比赛临近尾声 甜心一记腾空的高扫 这大胆的动作 更是引起现场观众振振惊呼 看来他对于比赛志在必得了 好 第二季比赛开始了 第二季上来甜心把节奏加快了啊 甜心的动作也是在发力了 对 哎呦 转身后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甜心气势如虹 步步紧逼 展开了闪电般的攻势 沙赫在甜心强大的压制力面前 被打得难以抬起头来 随即甜心一记清晰的高扫踢 成功重击沙赫将其直接KO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甜心对阵西班牙金童大卫加尔沃 加尔沃身高180公分 职业战绩88胜15负 以惊人的格斗天赋而著称 拥有WKN和InSIGN两大赛事组织的冠军特贤 实力不俗 比赛铃声敲响 两人直接展开腿法的对拼 不过加尔沃的腿法明显更加犀利 其中扫腿多次击中甜心 打在身上都是啪啪作响 这让甜心吃了不小的亏 打说尽贴的 就在大家都以为 加尔沃会继续主导比赛的时候 天心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一个左勾拳击中了对方的肝脏位置 对手由于疼痛倒地不起 就这样天心轻松地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天心对阵美国选手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美国陆战队成员 在出场的时候 安东尼奥无论是动作还是神情 都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甚至上台之前他还翻了个跟斗 模样可谓十分的猖獗 比赛铃声敲响 天心气势逼人直接突进内围 他的想法也很简单 就是要和对手拼拳法 不过安东尼奥这家伙 也非常的狂妄 各种华丽的招式层出不穷 完全没有把天心放在眼里 这彻底激起了天心的怒火 这场比赛有选拟有选拟 看 这场比赛有选拟 看 看 这场比赛有选拟 看 看 这个 天心非常擅长 挺 非常擅长 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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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个天心的第一回合 他打的还是稳健 稳健 儿 而这 安东尼奥 我边打定性 天心逐步加强自己的进攻节奏 快进快出的拳腿组合 将安东尼奥打得相当的狼狈 估计此时他十分后悔激怒田兴 安东尼奥被田兴打怕了 试图拉开两人间的距离 田兴步步紧逼 不断压缩安东尼奥的活动空间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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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来 全脚相加的一样 追戏 看着观众兴起来 温柔的打击戏图 是第一回合啊 都知道对方对方 就甜心对方 必杀技啊 赵宋奎 诶 让我那腿扫倒了 但是安东尼要靠纳了就强了 田兴的扫腿就像是装了铁块一般 不断地砍伐安东尼奥的大腿 安东尼奥的灵活性不断下降 纹为了田兴的人肉靶子 一直到回合结束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安东尼奥还试图发起反击 可在甜心强大的压制力面前 一切都显得徒劳无功 在甜心猛烈的扫腿攻势下 安东尼奥一屁股坐地上不起 裁判对其进行赌秒 比赛重启后 田兴不愿放过大好的机会 再次将安东尼奥堵再升脚暴揍 又一次将其击倒5秒 比赛再次重启 田兴快拳夹中腿的组合攻势 再次将安东尼奥击倒了 这一次安东尼奥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 裁判直接叫停了比赛 大家觉得甜心打的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三连再走飞